今天沒跟上你我很難過 好啦 我再補兩個好不好 直播主賣鞋 辦抽獎活動抽限量禮物 說了從五個加碼變七個 結果卻 四隻了嗎 四隻了 好 你們不用再打那兩隻了 要出我們自己會出 是不是五隻也出出去了 都跟你們說限量的 你怎麼動作說補的 可以輕鬆補的嗎 抽完四位說還有三個名額 但抽完第五位卻改口說 不送了 網友留言提醒帳號 卻被直播主置頂 質疑是假帳號 事後留言網友到粉絲團 劉一新負評 進接到直播主電話 大聲質問 批頭罵髒話要網友出來談 還抨擊對方家人 離譽廉遲這四個字你到底會不會寫啊 老師要不要教你 我才想要問你會不會寫 你現在打電話來招勞我 為什麼把你挑成這樣 我真的也會不會 激烈的對話過程被錄影PO網 引發口水戰 原來這位直播業者在新北市經營 一位高雄的網友留言要求加碼 卻引發誤會 網友群起激憤 炮轟直播主 直播送禮物卻變成網友口水戰 事後業者開直播 語帶哽咽 針對網路上不實言論 移到警局備案 不排除提告 也在粉絲團公開PO文道歉 希望直播抽獎糾紛能 盡快落幕 記者胡錫音新北高雄綜合報導